Hello, 大家好, 我是Human Bomb 接下來會一連六集 跟大家介紹一下街白錄 和分析一下遊戲上的技巧 希望可以幫大家更快入手和進步 街白錄, 今集的主題是街頭文化 擁有大量Hip-Hop音樂 大量噴蜜桃色的畫風 今集的畫面絕對是比四代和五代更美 更加顏色 提供了一種很重要的視覺輔助 嘩, 宿面刀 今集街白錄 Season 1 公佈了18隻角色 舊的角色有 龍, Ken, Chun-Li, Guile, Jewelry, Blanca, Dalsim, E-Honda, Luke, DJ, Sengif, Cammy 新角色有 Kimberly, Jamie, Marisa, JP, Lily, Menon 講回今集街白錄的Battle System是比較特別 首先有Drive System 是可以透過簡單的操作 來加強攻擊和防禦系統 只要在有限時間內發動招式 就會產生華麗的動畫和噴蜜效果 讓玩家充分體驗到遊戲的快感和對戰的氣氛 當中Drive Gauge其實是有五樣東西 有Drive Impact, Drive Parry, Overdrive, Drive Wash, Drive Reversal 今集街白錄的Drive System 要運用這五樣東西去加強進攻或者防守 用完的氣就會陷入灰色 所有拳腳都會變慢 需要等一段時間才會回復正常 今集要好好運用不同的Meters 去做進攻和防守 給玩家空間去使用不同的策略 他們有三個Mode 有Modern Control, Classic Control, Dynamic Control 我會之後再仔細解釋給大家聽 加白錄跟其他大部分格鬥遊戲一樣 會有VS Mode網絡對戰,給玩家自行遊玩 可以選擇自己對電腦或者跟其他朋友對戰 今次CAPCOM所做出來的網絡對戰 是我自己玩過最優秀的網絡對戰平台 Online Battle,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對手連線對戰 今集的讀取時間非常短 從確認對戰和進入對戰的過程都不會超過10秒 今代有新的悠閒模式Extreme Battle 每天都會替換不同懷舊遊戲 以及可以在不同的規則下進行特殊對戰 Training Mode 選手或者玩家最重要的練習模式 今集角色Training Mode 會直接顯示所有Frame Data 不用像以前那樣 要去網址或者Apps看回你的徵數表 另外也承繼了五代的模式 可以設定電腦什麼時候反擊、什麼時候起身的動作 可以方便大家練習角色的進攻和防守的套路 今集網上最重要的模式是Battle Hub 玩家就好像去了一間Open World的機店 可以跟其他玩家對戰 每個伺服器最多容納100個人 好像20年前的街機 感覺非常相似 如果大廳出現了一個大神級別的玩家 就會發現在那台街機上面 會圍繞著大量玩家圍觀 並且排隊挑戰 每個伺服器都有個Battle Cabinet 有玩家進行對戰的時候 會投射上現場的大螢幕 玩家可以欣賞比賽之餘 內置也有聊天系統 可以即時討論比賽的情況 Game Center 就好像機店裡的街機 可以玩一些Classic Game 最後有商店系統 可以讓大家自訂化你的角色裝備和外觀 那來個總結 今次街霸錄的體驗是非常之好 深信會是一款好玩的作品 原因是今集多了很多進攻的手段 節奏上明顯變快很多 網絡上的優化 也都改善玩家連線的對戰質素 接下來下集我們會更加詳盡地介紹 DRIVE System 實戰如何運用 智勝的關鍵位 大家記得like、share、comment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